小将愿战华雄之首 谢于仗架 陆若不胜 请斩我头 如今 华雄已带兵杀到以袁绍为首的诸侯联盟仗前 并连斩于射 攀奉两名将领 下一秒 马攻守关羽请求出战 没到两分钟 则取下华雄手机 摆在众人面前 而十八路诸侯是何时集结在此的呢 这件事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自草草与陈公分开后 便散尽家财 招兵买马 并联合袁绍追发陶董席文 很快就得到天下响应 从此 十八路诸侯为匡扶汉士 煞血为盟 并攻推袁绍为盟主 共同起兵 讨伐董卓 此刻 袁绍开始点兵前将 命令长沙太守孙坚为先锋 进兵四水关 并命袁术 全权负责粮草问题 另一边 董卓听闻十八路诸侯来犯 但心中却丝毫不慌 毕竟他有三国第一猛将吕布在 黑旁的华雄却说 杀鸡烟用宰牛刀 对付这群小喽喽 哪用得着吕布出手 他一人便可斩进诸侯 于是董卓加封华雄为萧綦校尉 领兵前往四水关作战 可反观十八路诸侯这边 口头上含着匡扶汉士 骑心逃贼 实则各怀鬼胎 暗地较劲 暴中为了抢夺头功 则带领三千人马 朝小路先行到达四水关 结果被华雄一刀了结 随后孙坚快马赶到四水关 并斩杀华雄一员大将 华雄看到孙坚实力不足 便下令乱箭齐发 赶走孙坚避而不战 而此刻 孙坚阵营中出现了补给问题 便派人前往袁树营中催促 可是这个小人心胸狭隘 事实不肯发粮 并在下人的言语挑唆下 所幸不发粮痴 想让孙坚的部队自行解散 这也为自己出去了一劲敌 而另一边 华雄得知诸侯们起了内讧 于是当晚就对孙坚发起偷袭 杀得士兵连连排退 好在有人与孙坚调换头盔 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而袁绍这边 听闻孙坚和暴忠纷纷战败 感叹出事不利 锐起大伤 继续上圣战来掌掌军中的戏事 而此时愤怒的袁绍 一眼瞅中了正在偷笑的刘关张三人 并问其是何许人也 公孙赞则脱口而出 他是中山静王之后 孝景帝玄孙的刘备 袁绍在得知骑士皇室身份后 才勉强给了一把 异常简陋的小板凳 突然士兵上前来报 敌将花雄前来挑战 而袁绍刚好憋了一肚子火 正愁没地方撒 决定要一血前驰 可没想到 他接连派出渔舍 潘凤两员大将 都为花雄斩于马下 此刻袁绍阵营一片寂静 难道如此庞大的诸侯联盟 真的就没有人能与花雄一战吗 而此刻 沉默许久的关羽 再也看不下去了 便上前献酒为关羽壮胆 而关羽也懂交头规则 喝酒不骑马 骑马不喝酒 这酒 带他斩花雄归来再喝也不迟 在好兄弟张飞的鸡骨助威下 也就是眨眼间的功夫 关羽便提着花雄的手机 摆在中猪后面前 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而这一战 也为刘备争足了面子 也就是这一战 曹操彻底爱上了关羽 想立马拉他入自己帐中 而董卓这边 担心袁氏家族里应外合 于是下令将他们满门朝战 此刻袁绍知道后 势必要取董卓老贼的狗头 随后 董卓便亲自领兵十五万 与吕布等将领 前往虎劳关影敌 另一边 袁绍也正召集人马 准备全力攻打 保杀亲之仇 很快双方都抵达战场 虎劳关前 吕布夸下赤兔马 手势方天化吉 气势凶猛 威风凛凛 就凭吕布一人 即可压倒袁绍大军的气势 很快大战一触即发 袁绍方派出方月 穆顺等人接连出战 却统统统被吕布斩于马下 这时张飞可坐不住了 直接就冲了出去 可张飞又哪是吕布的对手呢 两人交战数回合后 张飞明显处于下风 一方的关羽看见兄弟挨揍 于是便冲上去帮忙 但就算两人共同对抗 和吕布也只能打成五五开 此时的刘备看见 两位弟弟都上前迎战了 自己怎么能坐着不管 手持双剑就冲了上去 三英战吕布 此人在阵前大战了几百回合 可依旧难分胜负 但毕竟双拳难敌六手 吕布的体力逐渐下滑 只好退回兵营 而袁绍此刻却没有乘胜追击 选择收兵 这样一来 错失了灭董卓的大好时机 此刻 刘关张三兄弟一战成名 在看董卓那边 经过这次的战败 他也预感到了危机的到来 于是选择收兵回洛阳 然后迁都长安 连夜将汉县帝带走 并在临行前分烧了宫殿 可曹操却因为袁绍不追击董卓 大发雷霆 此刻诸侯联盟四分五裂 他们能否逃董成功呢 关注我 下期为大家持续更新